畫面中一群身穿制服的黑幫分子 圍著一名身穿灰色上衣的男子 就是一陣拳打腳踢 有的人動手還不夠 乾脆把廟會用的棋子拆下來 朝著對方的頭又是一陣猛K 到底是誰這麼囂張 仔細一看他們身上穿的衣服 全都有一個鯊魚標誌 原來這群人自稱黑鯊幫 到處討債為室 成兄鬥狠 他們也積極的參與鎮頭活動 在活動中 因為有很多不法幫派 會有衝突 他們也參與回歐 這群黑幫分子中帶頭的 就是這名頂著光頭 戴著眼鏡的47歲吳姓男子 他還直接用幫會的名稱 開了一間燒烤店 讓大家可以在這裡 一邊吃吃喝喝 一邊喬事情 當然有對外一夜 可是最主要是他們成員裡面 比較可以活動聚集 喬事情的地方 吳姓祖賢平時就帶著小弟 到處暴力為師討債 甚至還有被害人 被他們帶到火葬場 痛毆罰貴 勒索保護費 最近大概不到一年內 才剛才興起的新興勢力 他們就是穿這個黑鯊幫 他們特製的黑鯊燒烤的制服 新鄉 可是也特別會引起警方的注意 囂張的嫌犯最後被警方盯上 通通抓回警局 吳姓祖賢還不斷地用手遮住頭 一臉狼狽 在看看之前 他們動手打人的凶狠模樣 現在洛王被捕 再也無法囂張 記者 詹品宏 廖玉智 台中報導